海上,我知道是海啸的仙兆,海浪一波高映一波,水位也不断上升 路前高田变成荒地,自卫队员赶紧在瓦礼堆中搜索 发掘出大批遗体,放在路旁等候处理 情况惨没人度,当地原本住有两万多人 方航卫视综合报道 在日的华人因为担心核事故的这个辐射损害健康都纷纷回果 不少人刚经历了大地震的打击 现在又要面临核辐射的威胁,身心俱疲 从福岛灾区撤离出来的母子三人 家在距离核电站三四十公里的地方 这后一无所有的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离开福岛 说起逃生的经过依然是心有余悸 很害怕现在,学校玻璃也碎了 就是原的车子也漏气了 家里的墙子也倒了 现在福岛是没水没电,电话打不通 没扯,铁路也断了,高速公路也不通 昨天晚上再给孩子一点饭吃 从地震星期五到现在 他们几乎是没洗过草,没吃过东西 每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如果带着孩子回到中国是最安全的 在区以外的华人表示 尽管自身并未感受到收获在日本的恐慌 但是受到中国国内朋友的影响 还是决定暂时回到中国 主要是怕核泄漏吧 因为毕竟这个的话不是我们普通民众能够掌握的吗 万一要是核泄漏的话 对身体健康也不是还太好吗 我们现在没有计划 真的是等到就是国内 日本已经安全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们可能才会再考虑回来 从灾区撤离日本的线路 只要集中在东京、新瀉和北海道 尽管机票短缺,票价过高 在日华人还是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回到中国 凤华卫视松看看 朱明亮日本北海道报道 日本股市连续两天急促 那么周三的大幅反弹超过了半成 并带动了区内的股市走出了小股灾 部分的反弹的幅度还是相当显著 日本股市经历1987年股灾以来最惨重的两天之后 在周三急速反弹 之前推动崩盘的是对冲基金 现在大幅反弹的推动者也是对冲基金 全天日经指数稳步上升 中厂的涨幅超过半成 收复9000点关口 本地散户和外国机构投资者 经常趁低吸纳 显示大盘之前两天急卸后 已呈现超卖 触发对冲基金急忙补仓 日股闯定区内股市也迎来暖意 趁低吸纳推动韩国股市上升1.77% 市场恐慌情绪明显舒缓 互生股市也反弹超过1% 互指收复2900点关口 至于台北股市也反弹1.09% 不过日本核危机下 旅游相关股份持续偏软 香港股市相对表现较差 全天反复争持 中厂只是小涨0.1% 投资者对日本的情况仍然审慎 令大盘无力反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会儿再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最新消息啊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赛以夫 16号表示会在48个小时内结束这个对反政府武装的这个行动 那么赛以夫在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所有的问题会在48个小时内得到解决 效忠卡扎菲的部队正逼近反对派最主要的据点 班加西赛以夫又谴责那些卖国贼和唯利是图的人 犯下了背叛利比亚人民的罪行 延迟他们应该滚到埃及去 他批评法国总统萨克奇支持利比亚的这个反对派 指责呢对方呢07年进出这个总统的时候 曾经这个受到了这个利比亚的金钱的支持 要求萨克奇要归还款价 但是法国总统办公室呢已经否认了这个消息 利比亚的内战呢现在看来已经是出现了对卡扎菲啊 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个反对派现在控制的这个班加西呢 看来就是政府军啊要这个收复 班加西也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那么现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呢还在讨论 要不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但是我想这个讨论呢 很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 因为你要看利比亚现在这个局势的话 反对派其实已经是大批的开始逃亡了 主要是逃到这个埃及去 因为反对派的这个地域呢是在利比亚的这个西部啊 而卡扎菲和他的支持者呢主要是在这个东部 那么卡扎菲呢在这个顽强的这个固守着他这个地里玻璃 而且这个在国际舆论上呢也一再做出反击 那么这只是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舆论的这方面 那么在行动方面呢毕竟这个他所下的这些部队是正规军 而这个反政府的这个武装呢一方面是乌合之众 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啊 虽然受到一些外国的这个支持 但是在军事行动当中开始的时候 他们占领了这个西部的一些啊 东部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城市卡扎菲在西部啊 这个但是这两天呢这个战斗很激烈 这个看来这个政府军呢是势无破竹 现在逐渐的这个收复了这个弑地 那么现在我想感到很尴尬的当然就是萨科奇了 这个塞伊夫说这个利比亚当年曾经为他提供这个资金的援助 这个真伪我们不可考 我想是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 法国的这个外长不是还做过这个托尼斯总统的这个专机吗 但是萨科奇在这个利比亚这个局势还很不明朗 而且反对派还没有能够控制全国的情况下率先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个承认反对派 这个所谓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的这个国家 那么如今这个情况就相当相当尴尬了 也难怪这个卡扎菲的儿子要来这个讥笑这个萨科奇了 萨科奇这个好赌看来是赌输了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不仅是萨科奇了 其实俄罗斯方面现在也相当尴尬 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这个制裁这个利比亚的这个措施 但是其实俄罗斯在利比亚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利益 包括这个很多包括这个军备 包括这个一大批的这个合同 据说有价值至少在十亿美元 如果卡扎菲政府倒台的话 俄罗斯这些好处就全部都没了 而现在俄罗斯明显的又是站在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反政府军这一边 所以现在 而其实卡扎菲呢一直是在希望这个俄罗斯和中国 至少他希望这两个大国呢不要反对他 那么中国一直是保持一个中立态度 没有支持 虽然没有支持卡扎菲 但是也没有支持反对派 俄罗斯站在了反对派那一边呢 等卡这个卡扎菲恢复了他对全国的控制之后呢 俄罗斯也许会受到某种惩罚 但是我想卡扎菲也很清楚 他在西方没有盟友 那么如何支持这个像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这个支持 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卡扎菲应该不会像对待萨科奇那样去对待梅杰伟耶夫 但是利比亚这个局势啊 特别是政府用武力解决了这个反对派之后呢 未来会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想其实最有意思的就反卡反这个卡扎菲的这些阵营里面 既有像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西方国家又伊朗这样的国家 他们在反卡扎菲这点上的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 但是这个神圣同盟看来呢很不牢靠 我们再来看这个香港消息啊 这个特区政府早前向立法会申请600多亿的这个临时拨款 用以应付政府的日常开支 但是有关的拨款申请呢意外的被立法会否决了 那么立法会在星期三再次讨论这个拨款申请 结果以过半数的议员支持而获得了通过 政府把休听后的临时拨款申请议案提交到立法会 结果上次议案意外触交后政府不敢怠慢 由于议案不幸被否决 政府有必要尽快提出新的临时拨款与决议案 为避免影响政府为市民提供的服务 我希望议员支持今天这个动议 迟失和反对拨款议案的议员立场鲜明 不时针锋相对互相指责 你们走鬼了 然后就赖我们说我们不事先单声 又是什么传统 我就从来没听过有人可以将自己的投票 所产生的后果 将个责任将它挤在不在场的人身上 52位出席的议员经过接近4个小时的辩论 结果以35票过半数的支持12票弃权 拨款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通过之后 可以让政府有资源应付4月1号新财政年度起 到预算表决之前推行各项的公共服务 涉及的拨款是597亿港元 凤凰卫视 邱雷华三个报道 云南银江镇区的半数的这个房屋需要推导重建 目前重建规划已经基本拟定了 县城将以公租房为主 而乡村主要是靠村民自筹资金 每户可以获得政府2万元的援助 310地震导致云南银江13万多间房屋受损倒塌 尤其是在农村 由于多用混凝土空心砖建房 抗震能力差倒塌严重 受灾最严重的拉梦村 就由九成房屋变成微房甚至倒塌 村民普遍表示没钱建抗震房 而去建设部门透露 本次灾后重建 每户补不住2万元 中央和升级资金可以补得2万 那我们说这样对他们的负担还是蛮大的 他们自己要出十几万 经济条件是要差一点点 可以先改一层 或是改三间参计人 优付对象 这个农村特别困难户 还可以通过扶贫开发 这个银行销 信贷 用多种方式出击资金 还是能盖得起来 而城市直下型地震 也导致云江县城大量房屋受损 韩中庆就表示 县城主要在原址重建 以公租房 链租房 这是一个方式 再一个就是拆去 一些个闲甲房 韩中庆说虽然重建规划已经拟定 不过微房的进一步排查和清筛 需要至少一两个月的时间 不妨卫视网 内外海山刘涛云南报道 地震消息 日本东部 星期三晚上再次发生 李氏5.4级的地震 镇央位于 滋城县水户对开 大约209公里的 一公里的深海底 最后请您浏览 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